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9月14号 依据乾隆皇帝的预批 即乾隆皇帝在四谷全书 钦定盘山日中的预批 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 张阳和西悦命令你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 立即把张阳和西悦家族的财产 返还给张阳和西悦个人 由我们两个人代表我们的家族 领回我们应得的财产 我们将离开中国 如果你中国共产党 包括台湾 香港 澳门 敢于抗制不遵 那么我就命令你 毛泽东 刘少奇 邓小平 赵紫阳 胡耀邦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家族 以及台湾的李登辉家族 马英九家族 蒋介石家族 蔡英文家族 全部集体 自杀 结束生命走人 你们敢于抗制不遵 那就是死对 我现在正中的通告你们 并且向全世界正中通告 以上通告是根据乾隆皇帝 在四苦全书中 钦定盘山志中的雨批 早知有盘山 隔壁下江南 并且是针对习近平 最近在香山的双清别墅 他以前曾是乾隆的别墅 所做的那一份表演 而正告你海峡两岸三地政府 如果你们 不返还张扬西岳家族财产 并且直接返还给张扬西岳 本人的话 那你们这些领导人 多少代的领导人 整个家族 自行了断 结束生命走人 好 谢谢